這個Sample,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,基本在我那個講義裡面,就是在,這是上個禮拜的這個剪刀石頭布的範例,那這個範例之後,後面有一個,這個先跳過好了,正列的,我們先來看這個學習月份英文單字這個程式,那這個程式裡面的重點,我們來看一下,基本上呢,這個程式裡面,基本上幾個比較重要的部分,我先來看,第一個就是說,如何輸入 輸入資料部分的話呢,我們是利用那個Scanner,那Scanner上禮拜最後的話,我有講過嘛,這個是Scanner的一個類別,那這個類別呢,它是隸屬於在Java裡面的Utile的這個底下,所以如果你要Import的話,基本上如果你沒有Import,它會產生這個錯誤,那你游標移上去,移到這個Scanner上面,它會出現這個選項,讓你可以去修正,那它會有七個快速修正的 方式可以用,那多半呢,如果你知道這個Scanner是在哪個套件裡面的話,那你就直接把它匯錄進來,按下去,它自動幫你匯錄,那匯錄之後的話,會建一個,這個物件的實體,那我們取得的,這個取得的來源是從那個鍵盤輸入的那個,這個Input Stream裡面,取得,那取得的話,這邊的話就會底下有個陣列,那陣列的內容,陣列, 我想特別注意,這個陣列的方式,你這個中瓜湖,在Java裡面,你可以放在變數的這個後面,或者是你可以怎樣,放在Stream的後面都可以,兩種方式都可以,不過基本上,當然放在這個Stream後面這個方式,可能會比較正統一些些,我也比較建議用G的話,用G這個方式,為什麼?因為在C-Shark裡面,有沒有看到, C-Shark也是,也有類似,也幾乎一模一樣,因為C-Shark有八成的語法,跟Java是一樣的,那在C-Shark呢,中瓜湖呢,只能夠放這裡,不能夠放後面,所以如果你要學啦,我就覺得如果你要跨,跨語言學習的話,你看就記什麼,記放在這裡,放在這個變數的後面,如果有個中瓜湖的話,表示這個後面的變數,它是一個陣列,那陣列, 因為我講過嘛,陣列其實就是有點像是一個變數,它把它做切割,那這個變數本來是一個Stream,Stream呢,那因為我要放12個資料,12月份,所以我怎樣,切,切,有點像切蛋糕一樣,或者像一個房子,把它做隔間一樣,那分別的話,把資料放進去,那放進去的規則,我一直強調,它的編號一定是從0開始,所以這個編號一定是0到11,那它的長度的話呢,是12,所以特別重要,因為同學,經常搞不清楚, 為什麼編號到11就沒有了,因為它0開始,那它長度的話是12,因為從0到11,總共是12個,OK,那我們有12個,等於是12個月份的英文字,分別把它填進去,那填進去之後的話呢,再來就是亂數,在亂數跑一個什麼,亂數的話呢,我們可以用randon,那randon,我們上次有兩種方式,就是一個是用randon, 的類別,那一個是用mass裡面的randon方法,兩種方式都可以產生亂數,那至於哪一種比較好,其實就看你自己習慣,其實因為結果都一樣,不影響程式的設計,所以你用mass.randon,或者是用randon類別的話,那當然都可以,不過坦白講,用mass.randon當然比較方便,為什麼,因為mass這個類別不需要import,有沒有,所以如果你用randon的話要import, 那另外就是說,這個mass.randon直接就輸入上去,就可以直接用了,不像說randon類別,你還new一個這個randon的這個物件,之後才可以使用,那就多了兩三道程序了,所以如果說你要產生亂數的話,那當然我建議還是用mass.randon會比較簡單一點點,那這個地方的話,我前面一直強調,就是說很多同學會想說,這個 這個函視乎裡面這麼多怎麼寄呢?其實我講過了,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寄,最重要的,該寄的你一定要寄,比如說像java.lag裡面的這些套件,因為同學講說老師為什麼這個mass它不需要import也不需要宣告就可以用,因為java.lag裡面的所有類別都不需要,因為它已經預先幫你隱含進來了,已經import了,已經就可以用了,所以不需要再去做 任何宣告的時候,那同學就會比較confused,你不用confused,反正就是這個,這是它的規則,這就是java的規則,我們要學習其實就是如何使用,如何去了解,如何去follow它的規則,而不是說老師那為什麼你可不可以改變,沒有辦法,這就是它的規則,你也不要想說要去改變它的規則,因為這就是它的規則,我們的學要學的就是follow人家的規則,以後它怎麼規定我就怎麼做就對了, 你不要去想說你要去改變它裡面的規則,如果你要改變它的規則,那你很抱歉,你可能要另外再自己寫一個韓事庫了,那如果你要自己寫一個韓事庫,那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了,那個又是另外一個階段,那在台灣因為市場比較小了,所以基本上會另外寫韓事庫,可能要再另外組個team了,那倒入怎麼樣呢,跟國外買,說party的,人家就已經寫得非常非常的好了,所以在台灣你不要說, 你本來身高就不夠高,你要跟人家打籃球,你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吧,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會涉及到韓事庫,公司也不會想要叫你去寫,為什麼,因為這個絕對不是很容易的事情,所以乾脆怎麼樣呢,乾脆去跟國外買,所以很多那個韓事庫,像很多公司就是會跟國外去看有沒有比較好的韓事庫,那我們需求就是去把 他買回來,付費用給他,他每個每年都update,那每年都要付費用,不過沒有關係,至少你不需要組一個team去做這件事情,所以各位要學習的就是如何去使用,去了解Java的規則,所以這邊的話特別強調,那再來就是說,這個lag,這個裡面的mass,所以如果你要了解到底lag裡面套件,這個是一個Java大套件,就是大的韓事庫裡面有lag的紙套件, 那這個套件裡面呢,所有的這個類別都不需要做import,所以我上次有講過嘛,你要知道說這個套件有哪些東西,答案呢,不用在書裡面找,這裡面就有了,對不對,你有沒有要放上去就點一下,點這個lag之後的話呢,它會跳到lag的,有沒有,這個套件,而且它會解釋得非常的清楚,跟你講說這個套件裡面有哪一些它為什麼會有這個套件的相關說明,另外如果你要知道這個套件, 要知道更多的話,其實也非常簡單的,所以你可以,變成說你要把英文程度稍微練一下,然後其實沒有別的訣竅啦,反正你就是K嘛,K這些東西,所以你只要有一個新的不了解的套件,新的不了解的類別,你就是這樣做,然後呢,要看更多的話,旁邊這邊不是有一個就是open,你可以到browser裡面去看,把它點下去之後,這邊所有的class的summary就會列出來, 每一個每一個你都可以點進去看,那其中有一個像我們的mass應該在這裡,對不對,你也可以點進去看,這個mass裡面有哪一些什麼,哪一些mencer有沒有,其實,類別裡面最重要就是它的mencer,mencer就是它的方法,這個方法其實如果你們以前也學過程式語言,就是類似像function,那它function跟,或者是叫做,function跟,如果在vp裡面有sub,sub,sub, 跟function,一個是有return值,一個是沒有return值,那在java裡面mencer,就是全部都叫做mencer了,它不管有沒有return值,反正通通叫mencer,那你在這裡面的話可以看到,那怎麼知道有沒有return值,其實這邊都有相關的,有沒有return,有沒有return,有return,反正有return值,它這邊都有相關的說明,然後它傳什麼參數,傳的參數的 各個行別,這邊都會交代得非常的清楚,有沒有,所以你就是在這邊找,那其中有一個,比如說各位要找那個哪,那剛剛那個叫,叫叫那個randurn有沒有,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有randurn,那randurn的說明在這裡啦,對不對,有沒有,就是它會產生什麼,equal,零,and less than,就是零到一嘛,對不對,就是但是不會等於啦,就是會小於一喔,絕對不會等於一, 所以是0.99999啦,最大不會一,那也就是說,如果你要產生亂數的話,你可以看一下,那當然裡面的方法,如果你還要再知道的話,怎麼做呢,非常簡單,這邊不是有連結嗎,再連進去看一下,所有的說明都在這裡了,所以你要了解,所以上個禮拜有同學想說,那我要怎麼了解,其實答案都在這裡,答案都在這裡啊,但是它這個說明當然不是很輕,非常非常人性化, 因為它是非常的致視,可是這些都是答案的,所以這邊各位可以看一下有沒有,如果針對剛剛講的這個,我們的這一個MANCE,這個叫MANCE CAI的一個class,所以等一下各位建立一個這個MANCE CAI,那裡面的話,就是分別用scanner,然後一個陣列,再加上一個max.randurn,那我講過這個max.randurn,這個了解的方式可以從這邊組成的去看,所以這部分我想各位, 可以從這邊從這個套件裡面點進去,這邊就有一個browse,裡面都有答案了,所以基本上這個duck,但是特別注意,上禮拜有同學問到說,老師,那如果家裡沒有網路連不上,可不可以看到這個東西呢? 基本上特別注意,這個是連線的文件,連線的duck,所以如果你網路像上次,我們就上課的時候剛剛網路沒通,突然發現裡面所有東西都是空的,也就是這個裡面的duck是連到這個oroco的網站上去抓回來的,所以一定是最新的, 但是如果你沒有連線的狀況下,基本上這個是修不出來,如果你修不出來,那你要檢查你的連線是不是有連,然後ok,那這邊特別注意,那再來就是說,這邊如果我今天要產生亂數,因為我的正列是多少?正列的編號是0到11,所以我的亂數也只能0到11,也就是說我今天要產生0到11的亂數的話,該怎麼產生,是最簡單的, 基本上這邊的話,我們就是亂數產生之後,對不對?那是0到0.9999,對不對?那我們再乘上12,那0乘上12一定是0,所以一定是0開始,沒有問題,可是0.9999乘上12等於多少? 12,不會是12,一定是小於12,一定是11.9999,對不對?那如果說我今天只要取11,我999,我不要的話,其實前面可以怎麼樣?這個叫強制轉型,所謂強制轉型,就是有個小瓜糊,裡面的話給它一個形別,它就會把裡面的結果,可能它出來的是一個有幅點的,可能是double的,對不對? double的資料形別,有小數點的,那如果強制轉型為整數的時候,有沒有?它就會怎麼樣呢?把小數點強制去掉,只留下什麼?留下整數,所以管它11.999999,9到多少?強制去掉的話剩多少?11,對不對?那所以0到,剛好怎樣?所以強制把小數點去掉之後的話,丟過來這個month,它的亂數值就是多少?就一定是0到11了, 應該了解這個意思吧?所以這個地方就是強制轉型為一個整數,所以如果前面當然你用double的話,有沒有?那接到的一定會是一個有小數點的,可是如果你是一個整數的話,那就不會小數點,那再來的話就是問題,我們把這個地方先亂起來,給各位看一下,亂起,那各位也可以思考一下,請問一下這是幾月? 三月,那如果我先打個二月好了,答錯了,他還是跳出來,這是幾月呢?那我四月好了,答錯了,這是幾月,五月好了,答錯了,有沒有?你會發現,如果你一直答錯,他就不會跳出答對,如果你答對了,正確答就停掉了, 所以你要去思考說,這個對應到幾月份,如果說對的答錯,很抱歉,繼續跑回圈,對不對?那如果答對了,那就跳離回圈,所以各位可以思考一下,這邊的話,我們就可以用一個什麼?用一個壞回圈,這邊先輸出什麼?問題為幾月份, 那這個幾月份的話,因為我亂數不是取得一個三月份,比如說傳過,應該是,應該這個地方,亂數取得應該是二點多,對不對?二點多去掉那個小數點之後,那就取得二,取得二之後的話呢,那因為我要取得這個正列裡面的,給他二的話,那這邊就會自動對應到哪一個?對應到三月份,因為是從零開始,零,一,二,所以是match,那match, 就跳出來之後,問題為什麼,就match跳出來,對不對?然後呢,底下就是說,再來就是F,F預設值,預設值就是tru,就是一個booling值,那就是我宣告在上面,這個booling的話,就是tru或false,那底下跑一個壞回圈,我想上之前我們有練習過壞回圈,然後所以壞回圈的話,基本上,就是如果當它為tru的話,可以繼續去跑,所以進來之後的話,這是幾月,那我們有練習過壞回圈,然後,所以壞回圈的話,基本上,就是如果當它為tru的話,可以繼續去跑,所以進來之後的話,這是幾月,那 我們這邊的話,就讓user去輸入一個詞,輸入詞的方式就是nest in,有沒有,因為可以透過什麼呢?這個nest in是scanner,那我要去scan keyboard裡面的動作的話,有沒有,那我們就是用什麼?這個物件,這個物件實體,然後呢,它有個方法,那如果你不了解這個方法,一樣方式,有沒有要放上去,就可以知道這個方法, 那nest in,我去取得鍵盤的動作,並且丟給這個什麼?丟給這個變數,m,那這個m的話呢,再去比對一下,如果m等於慢十,這個慢十的變數的話,這個慢十變數,加1啦,因為我這個慢十的變數,這個慢十變數有沒有,是乱數,比如說我剛剛應該乱數出現是2,2加1的話3,如果我3,這邊輸入3, 兩個相等的話,那就會怎樣?f就把它怎樣?就是booling,這個booling就是指的是上面這個booling,如果它把它轉換為force的話,對不對?然後跳到這邊之後的話,它又跳回來,照whial的這個地方,它判斷是force了,那就怎樣?跳離回圈,所以跳離回圈之後就會執行這一行,就是正確答案了,好,我想這個流程基本上應該很清楚了,所以基本上的話呢,請各位 先把這邊,第一個先建一個month CAI 的這個class,然後的話呢,再練習看看,那我們這個題目的sample,就是完整的sauce在這裡,完整sauce,然後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,試試看哦!